他们曾经是工业重镇 如今是充满失忆的城市 在中国安徽马鞍山 世界里白为何对这里情有独钟 架着一条神鱼 从江中央啪着一下 飞到了月亮 在澳大利亚珀斯 小小公园又承载了怎样的爱国情怀 当你走在这个步道的时候 两边的树就提醒着你 享受现在的喝 这里有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这里有热情豪放的节日 城市一对一带您感受 山水师城的别样风采 城市一对一发现城市魅力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今天我们对话的两个城市 是工业城市 工业城市有什么好聊的呢 我们今天要探寻的是 这两个工业城市背后的美和魅力 这两个城市分别是 中国的马鞍山和澳大利亚的珀斯 我来介绍一下两位对话嘉宾 来自马鞍山电视台的 节目主持人周燕 欢迎 小冬哥好 另外一位对话嘉宾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 主持人余永靖 欢迎永靖 你好 小冬 好 两个城市对话 我们就先从中国的马鞍山开始 来 请看 大家好 这里是马鞍山的1956文化街 我之所以先带你来这儿 是因为这条街可不简单 当地人说 在这儿走一走 就可以看到整座城市的历史严格 有没有很好奇 我身边的这排数字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就是马鞍山建市的日子 1956年10月12号 那今天咱们就从马鞍山市的起点 走进这座城市 马鞍山位于中国安徽省东部 是一座铁矿资源东部的城市 1956年来自全国各地的 18万人涌入马鞍山 参与这里的建设 也正是由于他们当年的辛苦付出 才有了今天的马鞍山 很多人知道马鞍山是因为马鞍 那我身边这辆蒸汽火车 就是马鞍推移下来的 它曾经在矿山和钢铁厂之间 驰骋了半个世纪 关于这马鞍的辉煌 我只带您看一个细节 就可以感受出来 你看这个火车轮毂 就是最外圈这个白色的部分 你知道吗 第一个中国制造的火车轮毂 就是马鞍生产的呢 厉害吧 如今马鞍山已经摆脱了对钢铁业的依赖 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山水园林城市 由九山还一湖的美誉 这一湖就是指羽山湖 我真是太喜欢这儿了 我发现这羽山湖还真是好大呀 算了下骑了近四十分钟才转了一圈呢 而且我听说呢 这羽山湖公园可是占了主城区面积的近十分之一大小呢 如果你从我的话里面还没有感觉到 这羽山湖有多大有多美 那咱们就换个角度 从空中来看吧 羽山湖的水域面积近两千亩 周围绿树环绕水鸟偏仙 它就像镶嵌在市中心的一颗璀璨明珠 让整座城市变得光彩多目 每天这里游人如知 或顿泪身体或观景休闲 格外惬意 真的是一鹿鸟语花香啊 而且这空气是清新到 让我不自觉地就想深呼吸 而且啊我发现骑的每一段呢 连闻到的青草香都不太一样呢 真没想到麻安山会这么漂亮 漂亮吧 我原来以为这种钢铁的重镇啊 都是烟囱林地 然后乌烟滚滚的 对 而且 车跑来跑去那样的一个状况 是 一提到这个钢铁城市 可能大家脑海里想的印象 哎呀 污染大 环境差 并不是这样在我们那儿 我们那儿城区的环境就很好 城市的这个绿地覆盖率就很高 已经达到了46% 也就是说除了在城区里能看到 马路啊 这个建筑啊 这些基础设施之外 满眼看到的 都是非常美丽的园林景观 而且在我们那样一个城市面积 不算太大的这个城市里 能够叫得上名字的公园啊 园林广场啊就有二十几个 那我们做过一个调查 2016年的空气优良率啊 达到了74.6% 一年当中我们有273天 都是优良天 所以你看啊 我们这样一个城市 有山 有水 有树 有花 那除了它是一个钢铁城市之外 它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水园林城市 是 哎呀 这个确实出乎我的这种原来的想象啊 颠覆了你对钢铁城市的概念吧 对啊 马鞍山的环境 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我们建立了11座污水处理厂 而且对城市里的这个湖泊进行整治 那刚刚我们在短片里看到这个羽山湖 其实刚开始哪有这么美啊 它其实就是一潭死水 然后我们花了很多钱啊 对它进行节流 清淤 然后换水 而且在湖底呢建设通道 将这个湖泊的水和长江水系的水相连接 哎 使这个死水呢变成了活水 于是才有我们今天的羽山湖 对 我觉得后天努力非常的重要 特别重要 对 自然环境是上天赋予的 如何保护它那是后天的努力 是 是 马鞍山除了这些漂亮的自然景观之外 跟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人物都有关联 这里面还有很多历史文化遗迹 来 我们再去马鞍山探访一下 提起马鞍山的历史遗迹 最知名的当属彩石鸡了 彩石鸡是突出在长江上的 一座形似海螺的石山 而让它名扬天下的 则是诗仙李白 天门中段楚将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这首李白的望天门山想必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吧 在我身边的西凉山还有东凉山 它们合在一起就是诗中所提到的天门山 穿过这个天门山就能到彩石鸡了 相传李白是曾经七次到过这彩石鸡呢 彩石鸡上阁楼林匿古籍众多 其中很多都和李白有关 而最知名的就是这里了 为了好好地逛逛这彩石鸡啊 我可是专门请来了 这儿的讲解员张力 刘欣你好 你好 咱们现在来这儿是唐礼宫青莲祠 这是纪念李白的吧 你说对了 你听说过这个长江三楼一格吗 哪几个 黄鹤楼 岳阳楼 太白楼 藤王阁 这就是太白楼 对 它和其他几个建筑是齐名的 这个建筑啊 它最早是始建于唐朝 后人为了纪念李白在这儿特意修建的 太白楼 单站这个门口我就觉得挺特别的 是吗 大家看这个飞檐的造型 挺不一样的 特别好看 你仔细看到没有 咱们这上面啊 有个小的建筑龙头鱼身 因为咱们这个也是岩浆的建筑嘛 这样一个小的装饰呢 也体现了这个岩浆的建筑风格 中间还有几只葫芦呢 被你发现了 葫芦呢很多地方都有 其他地方啊 可能就是葫芦的意思 可是在马鞍山呢 咱们这儿另有学问 你知道李白有一个称呼叫什么 九仙 答对了 九仙 所以咱们这个葫芦呢 据说就是李白的九葫芦 不能让事先少了酒 对 那跟我进去接着看吧 好 走吧 咱们里面走 走进唐礼宫青年祠 盈盈看到的就是太白楼 它高十八米 共三层 楼后为太白祠 两座建筑永回廊相连 在楼里逛着逛着 一个李白像勾起了流星的兴趣 这是李白什么时候的样子啊 这个是他四十二岁 因为咱们都知道四十二岁的时候呢 李白终于当上官了 所以你看这个样子 玉树临风气宇轩港 非常的春风得意吧 而且身后就是这个 长安大明宫的样子啊 对 这个雕塑还是栩栩如生的 对 这是谁设计的 这个是我们安慰的一位雕塑大师 叫严玉敏 当时这个刘派渠 沈从文 郭沫若 三位大师对他的服饰啊 长相啊 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呢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标准的 李白立像 怪不得呢 也是把李白的这种 非常魁梧的形象 展现给我们了 对 这二楼的视野更开阔一些啊 是啊 风景很好啊 刘欣啊 我考考你 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作用吗 这就是个俯首吧 只不过是有点个 有点个啊 它其实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咱们别忘了 李白最爱什么呀 喝酒 喝酒 然后文人默克也爱喝酒 可是如果是平面的话呢 酒杯很容易跌落 所以你知道了吗 是一个酒杯台 对 酒杯的地方 哇 真的是好用心啊 对 我觉得不管是门前的葫芦 还有这儿的这个酒杯台 都是后人对李白的这种缅怀啊 对 也让我们站在这儿呢 就能感受到古代文人默克在这儿 把酒做事的这种浪漫情怀了 对 据记载 李白曾在采石机写下横江词 牛煮鸡 叶博牛煮淮谷 等筷子人口的诗篇五十余首 刘星 你注意到这块大石头了吗 这个就是将编一块普通的大石头吧 这有什么特别的 别小看它 就有个典故呢 相传李白就在这儿跳的江 李白在这儿跳江 对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李白在这儿跳的江 对啊 传说呢 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 李白穿着皇帝赐予他的这个宫颈袍 就来到了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连壁台上 他就在这个台子上面呢 饮酒做富对月明智啊 低头看一看这底下滚滚的长江 咱们都知道李白爱喝酒啊 酒鲜嘛 想着哎呀 这满江的这个江水 就像是那个美酒一样在流淌 于是呢 酒不醉人 人自醉了 突然他就看见 这江水中有一轮明月 李白就想着 我得把它捞上来 好 于是就这么张开双臂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那有的人说啊 李白是就这么跳江死了 也有人也有的人说呢 当李白跳下去的那一刹那 突然这个江水啊上下翻滚 哎 大家就看见这个李白架着一条神鱼 从江中央啪着一下 飞到了月亮上 神奇吧 就说李白在这里就是跳江 这不算是自尽吧 这算是一种为艺术现身 可以这么说吧 这是一个在马鞍山的传说 对 其实这只是我们当地的 一个美好的一个传说 其实李白真正呢 是并适于我们的马鞍山的当途 不仅是李白 还包括其他诗人 在马鞍山留下很多 快着人口的篇章 对 所以咱们这个城市呢 有这个诗城的雅号 对 那千百年来有很多的这个诗人 和这个能人志士啊 都来到我们这儿 想要追寻李白的这个足迹 像孟浩然啊 王安石啊 白居易啊 文天祥等等 都留下了自己的诗作 那现在我们这座城市啊 也是被这种浓浓的诗情包裹着 你看在我们社区里 有诗歌社团 在学校里有诗歌朗诵队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写诗 唱诗 那当然必须的 对 我们每年也会举办 一些纪念礼白的活动 我们已经连续28年 举办了这个中国礼白诗歌节 所以我们那个城市 又有另外一张城市名片 叫做诗歌之城 就是之前对马鞍山的印象 现在都要改观了 这是一个绿色之城 这是一个诗歌之城 另外一个对话城市 珀斯 珀斯也是一个著名的工业城市 但是那里的美呢 也值得我们去发现一下 来 珀斯位于澳大利亚西部 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 这里气候温和 是一座非常适合人类生活的城市 美丽的天鹅河将珀斯分为两部分 河北岸的圣桥之大道 是珀斯金融 商业和政府机构集中的地方 由办公街之称 而河的南岸 则集中了珀斯的众多美景 例如遍地酒庄的天鹅谷 世界最美日落点科特斯洛 以及国王公园里 星星点点的帆船 除了优美的自然资源 珀斯还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 1885年 当地人在天鹅河的上游 发现了黄金 随后由大批外来者到此逃金 随着铁路的修建 铁 铝等矿舱也被大规模开采 城市发展因此大大加快 如今的珀斯 以极佳的居住环境和自然风光 成为了西奥最佳旅游目的地 珀斯 也是让我印象有些改观了 当然 很漂亮啊 对 烟囱在哪里啊 你要说到烟囱 大卡车在哪里 其实珀斯它有很多的重工业 但是不要忘记 珀斯它主要是在西奥 它是分别分布在 整个一个西奥的 这一个州的 像一个概念的 它本身这一座城市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你要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 那珀斯也是一个工业城市 但是当这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跟这个咱中国现在老百姓想的一样 这金山银山的价值 远远低于了青山绿水 这想当年这个十七世纪初 一个荷兰的探险家 航海家 叫做威廉·乌拉敏 他这过来了 一到这 这个地方可真不错 于是诗星大发 也准备洗手诗 轻轻的我来了 轻轻的我又走了 灰灰衣袖 这点太偏 我不住 你说的是徐威廉 所以某种意义可以认为 荷兰人起了个大早 连个晚级都没赶上 后来过了一百三十多年 英国人来了 当时一个船长叫做 James Sterling 他开着船 带着很多的英国移民 定居于此 然后这个珀斯呢 就沿着这个天鹅河 就开始逐渐地扩大 扩张 我们所有看到的一些 城市的景观 或者说我们现在走在这个城市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天鹅河 这样一个线路 或者说脉络上来进行 所以现在 如果你去珀斯的话 你会觉得 这的确像咱们马鞍山一样 是一个风景秀丽 有山有树有水的一个地 两地都有山都有水 你们那儿还有二十多个公园 是吧 珀斯也有一个公园 有公园 叫做国王公园 来我们看一看 国王公园位于珀斯西部 是一座世界级的城市公园 占地四百多公顷 里面有大片的绿地 未开垦的森林 各种各样的鸟类 还有近六千多种花草 由于其地理位置 生态功能和对城市生活的重要性 它被认为是珀斯的心脏 肺和灵魂 公园中最主要的观光区 集中在弗雷泽林荫道一带 从大道东侧的山坡上望去 高楼林立的市中心 逼波荡漾的天鹅河 和绵延不断的山沦 尽收余地 国王公园历史遗迹众多 方天堂 荣誉大道 伊丽莎山等 都进入着城市的历史 1812年 它被定为城市公园 1895年 取名珀斯公园 1901年 为纪念爱德华七世国王登基 珀斯公园改名为国王公园 并延运之间 国王公园 这么大一公园 都有什么看点啊 这看得多了 首先你得看它植物 每年的九月呢 在这个光公园里边 还有一个黄野之节 黄野指的是什么 野花 就是每年九月份 在光公园的这个野花节 信了全球很多的粉丝 就专门到你这个光公园去看野花的 各种各样的野花 对 各种各样的野花 但还有一些独特的西游的澳大利亚 或者说西游的这个珍稀植物 你会看到一种特别奇特的花 我特别喜欢 叫做袋鼠掌花 像袋鼠的掌子一样 它那花长得就像那个袋鼠的爪子一样 这也是西游的这个州的周魂 另外一个呢 刚才咱们小片里边也看到了 州立纪念方尖碑 它这个方尖碑纪念碑的前面是两面国旗 一边是新西兰的 一边是澳大利亚的 这纪念的是什么 原来当年有一个军团叫做澳新军团 等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组成在一起的一个军团 奔赴了一战包括二战 因此呢为了纪念当年为国征战 包括为世界和平征战的这些死去的英雄们 专门是给澳新军团 在做了一个纪念碑 在纪念碑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姓名 有的名字基本都一样 双胞胎 后边也写的年龄 有的是17岁 18岁 最小的我看到是16岁 除了这个州立的纪念方尖碑以外 它这个公园 每个大道叫做荣誉大道 在荣誉大道的两旁 有很多参天大树 每棵树的前面都有一个牌子 那个牌子上面依旧写的是 当年为国牺牲 英勇献身的那些烈士 那些英雄的名字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175个 所以我为什么感动 就是感动在于 你看它有一种 非常润无细无声的方式 在告诉你什么是爱国主义 什么是应该崇拜英雄 当你走在这个步道的时候 两边的树就提醒着你 应该如何珍惜现在的和平 享受现在的和平 所以你看这国王公园 它有三重属性 首先这么大的一个国王公园 城市的费 绿费 条街环境靠塌了 另外老百姓的休闲娱乐 靠塌了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精气神 也在这上边体现了 马鞍山的什么美食 让记者口水直流 用我刚刚学到的一句 马鞍山方言来说 那就是地板 波斯的什么食材 还要先做体检才能吃 吃之前还给你体检一下 肚子按一下不行 换一个啊 找给你一个 有味言 张神一对一 中国马鞍山 对话澳大利亚 波斯 精彩继续 我们来尝一下 马鞍山的美食吧 大肉面多少钱一份老板 好嘞 借我来一份 哇 好大一碗啊 来尝一口 我来尝一口 谢谢 不客气 好香啊 这老鸭汤泡锅吧 多少钱一份啊 12块钱一份 好嘞 我来一份 谢谢 不客气 哇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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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鸭汤泡锅巴 来 走这儿吃 尝口汤 尝尝我的锅巴 哇 这个汤啊 非常的清亮 容香中 又透着点清甜 和这个锅巴 很配 怎么样 这个肉质啊 非常的细嫩 鲜甜 而且肉很厚 蒜香味也是特别的地道 好吃好吃 尝过了小吃 还有一道大菜 在等着留性的 不过想要吃到 顶级的美味 不付出点劳动 怎么能行 我现在啊 就是在马鞍山的大公围 这里呢 自古就是渔民养鱼捕鱼的地方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呢 那今天呢 为了吃到最新鲜的鱼啊 我也是专门找到了 这儿的一个鱼家 咱们现在就去捕鱼吧 你好大哥 现在出船吗 出船 好嘞 我能跟你们一起吧 小心 好好好 谢谢 好嘞 好 走 大哥 你这个湖里边一般是产什么鱼呢 比较多一些 产了一些 白鲜 贵鱼为主 好奇怪的是炸鱼 那一般做的时候 鱼做的鱼做的鱼来多少 冬季的时候好不容易 但是 应该就比较少一点 可能少一点 可能少一点 但是 在下往的多程中 还是让人好有期待啊 可算是能起网了 来 先把这个符子收上来 这个符标 我来感受一把 要把这个网塞逐渐穿到这个符子上 哇 这么快就上来了一条鱼 这条是什么鱼啊 桂鱼 桂鱼 这 还在动呢 这个大概有多重 两斤多 两斤多呀 那算是桂鱼里面比较大的吧 这个鱼被扎到你了 哇 哟 你看捏起来啊 就觉得它这个肉还是挺厚的呢 哈哈 接着往上 哇 这条是什么鱼 鲫鱼 鱼 哟哟 哇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有收获的感觉 真的很棒 好 收上来 又来鱼了 哇 这些也是鱼鱼吧 这是鱼鱼 又来一条 是桂鱼吗 是桂鱼 是桂鱼 这个刺激给碗 把它扎起来扎不开了 这么好的桂鱼 怎么能浪费了呢 我现在啊 就要去拜访一位 特别擅长做鱼的灰菜大师 快跟我走吧 刘姓所说的大师叫张立新 他是安徽省时大名厨之一 擅长烹炙江鲜 这道菜名字叫什么 我能先知道吗 我们就做个桃花桂鱼 桃花桂鱼啊 这个听起来新鲜呢 那您做这道菜 这个秘诀在哪 这个桂鱼 你看这个桂鱼 做这道菜 浑身都是劲 重点是在火宫上的 火宫 对 因为我们要用到本地的大米啊 熬出来的米粥 和桂鱼的鱼肉 有机的结合 嗯 张大师告诉我们 将剔除了鱼骨的桂鱼肉 切成薄片 加盐 味精 淀粉 淡青进行姜制 直至表面泛起光泽 进行备用 这火候主要体现在米浆上 用一公斤水和三两米进行熬煮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熬制一个小时 取出米浆 加入少量油 姜丝和盐 放入桃花 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终于能吃了 没想到啊 这桃花桂鱼啊 是涮着吃的 而且是用米汤来涮啊 是的 大师 这么特别的这个做法 是您独创的吗 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嗯 您是怎么想到 这个鱼肉和米汤 桃花搭配在一起呢 有句古诗叫做西塞 三千白鹿飞 嗯 桃花流水 桂鱼飞 哦 这还是一道很诗意的灰菜呢 现在这个鱼肉差不多了吧 可以吃了 哦 来 我来尝尝 你也试试今天那个味道怎么样 哇 这个菜啊 这个菜啊 我觉得用两个字概括 就是非常的细腻 入口呢 是很浓的米香 还有淡淡的桃花香 咬下去以后啊 这个肉非常的嫩 但是又不失这种弹性 这个时候停留在嘴里 那一丝丝的米香和桃花香啊 又提升了这个鱼肉本身鲜美的 这种醇厚度 哇 真的是很棒的一道灰菜 大师您觉得今天这个怎么样 应该说是比较成功吧 那是相当成功啊 用我刚刚学到的一句马鞍山方言来说 那就是一般 就这道菜呢 光看这个品相呢 那个桃花一点缀 有点湿情话 但是我感觉口感呢 白白的粥 然后那鱼也是白白的 好像口感是不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口感特别好 我给你说 说一个故事给你听 好吃啊 特别好吃 说一个故事特有意思啊 我一个朋友 也是北方的 他有一次就来马鞍山找我玩 那我就叫了我马鞍山的几个好朋友 就陪同嘛 咱们一起就去了饭店 我就点了这个桃花鲑鱼 一碗这个米汤上来了 一盘这个蒜鱼片也放那 他就说呀 这个米汤 这个里面还放着桃花嘛 那这个好吃是个女孩 我得多喝一点 一碗 两碗 三碗就在那喝 我心想那你喝吧 我也不说你这个是干嘛的 喝的差不多了 他说你们怎么不吃啊 说你们吃啊 我说不不不 你这外地来的 你吃你吃你难得吃一次 一直吃的差不多了 我说服务员 再来一份这个米汤 他说不要了 别客气 我已经饱了 我说不不不一定要再来一份 又端了一份这个米汤 我们不说话 我们其他几个朋友夹着这个鱼片 在里面涮一涮就开始吃 他就恍然大悟 他说 哎呀 你们是坑我呢 原来这个米汤是这么吃的 结果一尝 忘不掉了 所以经常他以后来到马亚山 我就会带他吃这道菜 然后我会跟他开玩笑 说走 咱们喝汤去 这道菜确实一改我对灰菜的印象 不光是有丑鲑鱼 对对对 还有涮鲑鱼 对 但有一个疑问呢 桃花它一落的话 那这道菜就不能吃了吗 我们可以把桃花在它盛开的时候 采集下来 制成桃花杆 但是我发现好像 江南很多城市吃东西 都是讲究这个食令的 你们吃桃花贵鱼 估计也是讲究食令的 过了这个季节 就不算桃花了 这个月有什么花 我们就算什么花 是吧 秋天算桂花 冬天算梅花 一年四季不同的这个食令花 算在鱼里面 这个建议怎么样 可以不错 采纳了 好 哎呀 好 我觉得这个 在马鞍山吃美食啊 吃的不是这道美食 是背后深厚的这种文化 轻轻的我吃了 好 这是马鞍山的美食 我觉得呢 它的这种更深厚的艺术魅力 远多于我们对那个美食的诱惑 来看看珀斯的美食是什么样的 同马鞍山一样 珀斯也是一座移民城市 城内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因此寒餐 中餐 日料 意大利风味 只要你想得到 这里都能吃到 而这也为珀斯赢得了美食之都的美名 由于紧离印度洋 珀斯的海鲜也极其丰富 每天您都能吃到新鲜打捞上来的龙虾 鲍鱼 贝类 深海鱼等各类海鲜 因此海鲜烧烤是当地人最常吃的美食 我们的嘉宾与永靖在游历珀斯期间 就品尝过海鲜烧烤 那一顿美味让它至今意念不忘 海鲜烧烤是吧 这有什么新鲜的 其实说实话没什么新鲜的 但你不得不承认 海鲜烧烤对澳大利亚老百姓来讲 它也算是国菜的一种 这一家话说2014年 当时时任的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 邀请各国领导人到澳大利亚访问 当时召开G20一个会议 当时在他的官邸 就请G20的各国领导人 试一顿大餐 吃的就是海鲜烧烤 你想 这么高档的 高搭上的一个场合 都吃海鲜烧烤 那对老百姓来讲的话 他也是认可的 刚才看了一些烧烤 都是一些当地的海鲜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平常难得一见的这些海鲜呢 这个澳大利亚比较特别的 有一种螃蟹叫做泥蟹 它主要是在这个河口 和这个泥巴沼泽里边去生活的 这是怎么抓这个泥蟹呢 这个泥蟹觉得自己很聪明 把自己的浑身涂满了泥巴 从那一趴扎到一小坑里边 以为就看不着了 伪装起来 那树不知我们这些人类的好猎手 也能看出来 因为它个儿太大 它的个儿大 主要是体现在 它两个这个钳子上面 这个握力十足啊 所谓的握力十足 据说一只常年的泥蟹 可以轻松地把一只牛的腿骨 给弄断了 这么厉害 你可以想象 它的这个所谓的握力 到底有多大 但是这个泥蟹呢 不光是在珀斯 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 去抓泥蟹是有规矩 最多抓六只或者八只 因为这里边最多只能有一只母的 这样的必须得是公的 你保证人家去香火嘛 抓蟹的时候还要看看 这是公的 真的得翻过来 另外还有一个 当你如果抓着一只泥蟹的话 当地老百姓习惯的 会拍拍摸摸它的肚子 什么意思 如果它是很硬的话 可以拿走 但如果说它肚子相对来说 比较软 软是什么意思 意味着它身体不好 肚子软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意味着什么 你如果运到你这个市区 可能他们会认为 从人道的主意角度活不到 那与其这样 你不妨给它放过去 让它在大自然中自生自命 吃得太客气了 他人性了 真是的 吃得太人道了 吃之前还给你体检一下 肚子暗夜不行 换一个 找个硬子 有胃炎 那关键是 它这硬的的确是肉质鲜美好吃 一是有咬劲 因为它钱它太大了 我觉得就跟咱们人说这个肉 它鸡肉 对吧 另外一个它有甜甜的 淡淡那种甜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蘸一点这个小料 去吃的话 美味 绝对的美味 我们先去马鞍山 听一下当地的一种民歌 我现在就到了马鞍山当途的千年古库城河边 马上我要带大家感受的 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途民歌 你看这就要开始了 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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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图民歌是流行于马鞍山当图县的一种民间 用当图画进行演唱 节奏轻快 曲调优美 富有江南水乡民歌的独特风格 当图民歌的曲目多样 田间劳作时 节庆喜宴时 亦或桥迁新居时 都有相应的民歌可以演唱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端午爬龙中时唱的歌 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位就是当图民歌的传承人李友荣老师 李老师 刚才大家唱的是哪一首 刚才我们唱的是《滑龙船》 这《滑龙船》主要唱的是什么内容 《滑龙船》主要是五月端午节的时候助威的 给《滑龙船》助威呢 对 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您是主唱 然后这么多人都加入进来了 就是我们民歌就是一人唱 众人和 大家都可以和 是这样很容易加入进来 在众人和的过程中 我就记住了很有意思的一句 比如说这个滑走 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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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唱的不对 怎么不对 我们这个《滑龙船》就是用的那个奖 就是滑走 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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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滑走 不是滑走 是滑什么 滑走 滑走 就是滑龙船的招子 这个招就是滑奖 滑奖 好明白了 就是加油 加油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 我发现当图民歌真的是朗朗上口 而且接地气 赞 唱起来铿锵有力 是吧 还有阳刚之气 对 这是咱们马鞍山的当图民歌 从什么时候就有了呢 当图民歌它最早可以追溯到 大雨之水时代的这个采桑歌 和春秋时代的吴银 那它怎么产生呢 它是当时我们当图所处的 这个孤属大地是江南 鱼米之乡 所以百姓的生活就相对负数一些 生活压力没那么大 你想生活压力不大吗 那劳动的时候啊 休息的时候啊 节庆活动的时候 咱们唱唱歌吧 于是就慢慢形成了这种 轻松 欢快 祝福曲 祈愿的这样一些曲调 在不同的场合 有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田歌 山歌 鱼歌等等 现在好像很多人还在唱 很多人唱 百分之九十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会 不光光是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会唱啊 我们的当图民歌呢 现在也已经推广到了这个中小学的课堂里 年轻人像你会唱吗 那必须会啊 你也会唱当图民歌啊 可能我唱得没那么好吧 没说让你唱啊 我想唱啊 因为刚刚你们听了说 这个这么坑枪有力 那我来给你们唱一点这个 那周燕呢 温卫 好 周燕现场 给我们来两句当图民歌啊 这首歌的歌 好 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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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吗 好听是好听 你没太听懂 好一本这是一首情歌 是情歌吗 大体的肯定是 情歌是情歌 大概是什么意思 就是迈的想哥哥 他说的是这个 狼在下风薅道科 就哥哥在这个下风口那儿 在那儿劳作呢 妹在上风唱山歌 妹妹在这个上风口那儿 看着哥哥劳作 在唱歌呢 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太好了 当图民歌咱们记住了 咱们去那儿一定要听一下 好吧 蓝目光在头像珀斯 外国人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经常会在艺术节上来展现出来 而且主要就是两个字 热闹 来 每年的二月中夏旬到三月初 都是珀斯最热闹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 他们将迎来珀斯国际艺术节 来自全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访客 会让整座城市切入困惯 获斯国际艺术节是南半球 持续时间最长的年度艺术盛点 它创立于1953年 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国际艺术界 每当举行都会有超过1000名 国际点尖现代艺术家 汇聚艺术 您不仅能欣赏到现代及古典音乐 舞蹈 戏剧 歌剧 视觉艺术 大型公共艺术作品等艺术形式 珀斯的街头也变身为艺术的殿堂 各种充满无尽想象的生活艺术 让人耳目迷心 这也为不同年龄层和文化理念的 艺术爱好者们 带来一场世界级的文化审演 珀斯国际艺术节 这个节日你去过吗 其实说到这个艺术节 我特别想着重地说一下 2015年的艺术节 当时就邀请法国的一些艺术家 来这里边 专门做了一个特别梦幻的故事 如果你偏要去执意的话 就是小女孩和潜水员 是这么一样的一个故事 但这故事并非是人眼的 而是两个巨大的巨大的木偶 巨大又多大 对 小女孩就得六米 然后那个潜水员是一个成年人 那就照着八九米那么去走了 大体的故事是说 一个小女孩在梦中醒来 然后在城市中探索寻找 这样一名潜水员 然后最后跟潜水员相聚 大体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据说是取自一个真实的案例 或者说一个当年的历史 他为什么要找这个潜水员呢 当时这个话说一战的时候 这应该是1915年的时候 当时奥新军团 他们是前往土耳其叫做加利波里那边 土耳其半岛去做登陆战 在前往那个战斗地点的时候 这些士兵就从珀斯的周围集合集中 然后从珀斯那边出海出发了 他们这个时候呢 很多士兵在灯塔上面看到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那种目送她们的目光 让她们感觉很受鼓舞 很鼓舞士气 所以你看我们在初远征 一个小孩子奠念着我们 可能希望我们都能活着回来 当然是这么一段历史了 也可能那个出征军团当中 有她自己的父亲或者家人 也许是 那大家可能会说 那既然是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故事 应该是一个小女孩 去寻找一个士兵才对 对 找潜水员干什么 我百思不得一解 后来我也去跟当地老百姓 我说为什么找潜水员 人家说这是艺术 就这一句话 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所以当时大家会说 这个艺术节 这个与以往的艺术节完全不一样 就增添了更多的梦幻奇幻的色彩 如果机会到了破斯那边的话 不妨去感受一下 这个节日我觉得很有意思 咱们自己去 也可以带一个 我们自己的艺术创意 可以吗 比如说 李白对话潜水员 今天对话这两个城市 工业的城市 但是它们焕发了新的魅力 俗话说得好 看景不如听景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你听完我们介绍 这两个城市之后 能亲自去看一看 走一走 好 城市一对一 品味城市魅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